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如果我们的hematonium是这样的 Hpq是2mP平方 Henol energy加potential energy 就动能加位能 就是动能加位能 那么你的hematonium system是这样子 你的Q道等于是partialH partialP 那你的P道是负的 partialH partialQ 你第二个方程式就把它计成是所谓的 就是momentum equation 就是Newton second law 第二个把它计成是Newton second law 所以第二个一定是负的 第二个always是负的 所以它这边所对应的一个正的一个负的 刚好就是一个这样 一个是协对称的局正 那这个结构 他们把它叫做symphatic 那这个结构呢 是一个symphatic 因为symphatic 因为它是symphatic的这种结构 所以它才有所谓的守恒律 那这件事情就是 对你的 conservative law conservative 这件事情跟守恒律有关 那我现在有些我的t 任意的函数 ok 它只跟t跟q有关而已 t没有在里边 它没有depend on t explicitly 你的t可能会在p里边 会在q里边 就没有明显的表示出来 ok 所以理由dg dg dg 所以这时候我的g 就是一个守恒量 因为跟t无关 然后呢 它写成全微分 这是partialg partialp p对g的微分 所以p top ok 再加上partialg partialq q q dg dg G Partial Q 這邊是 Partial H Partial P 所以有很好的對稱的樣子 所以通常如果你看到是一個Quadriforme 是相減的 最好就把它寫成行列式 所以它是不是就像這樣子 正的小孩這邊來 所以可以把它寫成 Partial H Partial P Partial G Partial P 這邊是 Partial H Partial Q Partial G Partial Q 或者是寫成另外一個型態 不然兩邊對調也可以 因為它是行列式 一個底陣還有它的Transport 它的行列式是一樣的 或者是寫成 Partial H Partial P 這邊是 Partial H Partial Q 這邊是 Partial G Partial P Partial G Partial Q 所以這個就是Giacobin 對吧 就是Giacobin 就是Tantial H G over Tantial PQ 就是Tantial H G over Tantial PQ 就是Tantial H G 可以給一個定義 我們就把這項就把它叫做Possom Bracket convention 時機是FG 我先把這個東西寫成這樣子 這邊呢 我就給它一個定義 就這樣我就把它寫成 HQ 這個瓜 OK 所以我都有任意的 FQ OK 那我這邊是只有 變數P跟Q 那如果你現在有更多有N個 那就全部把它上起來就好 OK 就把寫成是這樣子 Sci-I Pasio-F Pasio-Pi Pasio-G Pasio-Qi 扣掉 Pasio-F Pasio-Qi Pasio-G Pasio-Pi Pasio-Pasio-K Qi is called the plasm bracket add ng OK 那我這邊可以稍微做一個 remark 我的 plasm bracket就是這兩個函數 對PQ的微分超市上的微分 所以呢 FG 我一樣可以看它的dimension 一樣可以看它的dimension 所以這個dimension 差不多就是F的dimension 還有G的dimension 除以這兩個底下是一樣的 P跟Q 那P是動用Q位置 P乘上Q就是你的作用量 OK always記住 是一個作用量 這個就是FQ FQ FQ是明顯 因為這邊把F跟Q的 這邊 就是作用量 它 它always除以類 除了一個作用量 所以以後這個plasm bracket 可以用來這樣 用來重新描述那個所謂的 Heisenberg uncertain principle 因為正R就是一個作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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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現在我現在 那這邊呢可以很明顯的 這個exemple 自己跟自己 你就把它看成是行列式 對吧 你把它看成就是行列式 那兩行或者是兩列式一樣 那行列式當然是要等一點 OK 因為這邊是行列式 看我這邊是行列式 我這邊是行列式 然後 現在如果F 它是Pi 有多個變數的 Qi T的函數 那麼我把它 我考慮它的全微分 DF T 這也是partialF partialT 是吧 那這樣叫partialF partialQi Qi到 我這邊沒有解決 只有smission 還是把它搶 smission好了 乾脆把它合併在一起 乾脆把它合併在一起 好 沒解決 就是 partialF partialQi Qi Doc 加上 partialF partialPi 那這邊是Pi Doc 那我現在的PQ 它是滿足那個 Hymatonin System 所以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就是partialF partialQi 這就是partialF 那再加上 這邊就是我的H 跟我的F的作用 OK 所以為什麼 partialBracket 好就好在這邊 對吧 這邊呢 重新的就是這樣 你知道還沒通過 寫出來就好 其他這邊呢 這邊本來這一寸 有點不太好看 它整個就是一個Bracket X F 所以呢 我的DF 如果它是一個守恒量 DQ 等於D 這樣 如果我的F是一個守恒量 守恒量必須全為分等於D 不是偏為分 要全為分等於D 這才是一個守恒量 哈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我取它這邊來哈 F Is Conservative 如果它是一個守恒量的話 那麼 對應過來 假設就是partialF partialT 再加上 或是bracket partialBracket HF 等於D 所以你只需要看 我的Hamiltonian 跟F 它的那個 Person Bracket 只需要看這件事情 就好 OK 那如果 你再加上一個 if 如果我這邊是等於0的 partialF 它直接跟T無關 那麼 那麼 DF DT 下這邊來 DF DT 如果F是一個守恒量 那麼 它直接就是 它的partialBracket 是等於0 就是我的H F 等於0 OK 所以 所以 Person Bracket 為什麼會出現 因為我們要研究它的 守恒量 研究它的 守恒量的問題 所以這邊 給你一個reason Why Person Bracket 給你一個理由 有時候人生你就是需要一個理由 就給你一個理由 不必特別什麼 就一個reason 那一個理由你就可以撐得下去 Conservation law 可是因為我們要研究它的守恒率 那Person Bracket 又有一些這樣的性質 Property Person Bracket Person的年代大概就是 La Grande La Plus 那年代 所以它算那個什麼 它算是La Grande的學生 我記得好像在光學裡面 那個什麼 有一個叫特殊的叫Person 就是好像一個 就是 光線過去 然後 就有個東西遮住 然後後面就是有一個點 那個點是永遠是照不到的 那個好像就叫Person 什麼東西 有一個特殊 研究光學的人 有沒有 研究光學 就是讀光學的人應該去看 讀物理人應該要知道 詳細我記不起來 我就知道 他說應該這個光線 他認為說光線過去 應該整個都要照到 但是 中間就是有一個點 那邊是怎麼樣是弄不到的 OK 對 第一個 FG 那兩個對調 就差一個負號 GF 那就把它想像成就是行列式 對不對 任兩列對調會差一個負號 對吧 任兩行對調會差一個負號 你這邊 我現在的Person bracket 就是行列式 對吧 怎麼想 你可以直接去證明 但是呢 有的人 雖然他是直接會證明 證明完之後 他 還是不了解他的意義 對吧 雖然你會證 你就按照這個定義 那OK 那你就幫他 你就幫他驗證完畢 That's all 那這不是你讀數學 對吧 你不是從事 不是你讀科學的 基本的精神 讀完之後 你要能夠解釋 對吧 方能是他會講話嗎 那這邊就是行列式的性質而已啦 那完全就是行列式的性質 任兩行對調就差一個負號 那第二個 F 那C 我的C是常數 C是任意的常數 那我現在是Jacobin 有微分 對吧 有一個常數 那微分永遠是零掉的 第三個 F1加F2 這邊是G 他會有F1 G 再加上F2 G 我就 第二項固定不動 那對我的第一個 第一個量而言 他是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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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什麼 因為他是行列式 行列式是不是這樣 你固定某一行 或是固定某一列 對吧 對內行 對內列而言 他是你你 所以你在回顧你在高中 是在算許多行列式的性質 是常在用這件事情 你用的是尼尼的性質 那這就是尼尼 那同理 就如果第一個固定 我把 第一個是固定 第一個是F 然後後面是G1 跟G2 那麼他對後面而言 他也是尼尼 這是行列式的性質 行列式的性質 那如果是相乘的 那相乘當然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第一個先乘完之後 乘第二個的 這是第一個F1 這是F2G F2G 這叫F2 這是F1G 所以這邊我不證明 這是簡單的exercise 我覺得 4G 2G 2G 1G 2G 1G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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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G 2G 这容易去check这件事情 然后等于是GF 或者是F'G 这容易check 是负的FG 那一样是GF 它有几个重要性质 第一个 我现在微分 patiL fT 那么就第一项微分 patiL fatiL t 再加上FatiL t 我们曾经导过这件事情 行列式的微分怎么微分 第一列为其他不动 对不对 然后为第二列 其他不动 一类类类 如果有N列 那么它出来就有N项 我这边是一个二乘二矩阵而已 二乘二的行列式 也会有两项 第一个微分 第二个不动 然后呢 第一个不动 然后为第二个的微分 如果我现在有N个 那么它就会有N项 因为行列式 它是MatiNinia 这个性质叫做多重线性 这个叫多重线性 对第一个其他不动 第一个而言 第一列或第一行 它是线性的 然后 第一行 然后来第二列不动 就是看第二列其他不动 它对第二列也是Ninia 这个性质叫做MatiNinia OK 这是叫MatiNinia 你线性代识是怎么学的 这些行列是 就我发觉 好像修了线性代识 但是你行列式的 对行列式的知识 仍然停留在高中而已 对不对 行列式那边是一个重要的topic 非常重要的一个topic 那第二个 我现在有我的坐标 对吧 就是我的PIQI 那么呢 我的F 跟我的QI作用 它是partial F partial 就是PI OK 然后呢 如果我的F 那这边是PI 那么对应过来 是有一个负号 这边是一个负号 partial F partial QI 这边你就直接去计算 直接去计算就好 OK 那如果你觉得不太有把握 这样子来看嘛 你另外可以这样看 这边是F 差不多是F 这边是QI 对吧 那因为我这边是partial bracket 所以作用一个这样 它基本上就是P乘Q的味道 差不多就是除以P乘Q的味道 OK 所以呢 我现在Q跟Q消掉之后 最后应该是剩下F跟P 所以这边是partial F partial P 所以这个是合理 OK 就说如果觉得不太有把握 我先check一下它 它展现去 对吧 这两个消掉嘛 我这边就等于除上 除上一个QI 我的bracket是除上P乘Q的意思 除掉之后F除以P 所以是这个样子 OK 那它还有这样的性质 QI跟QJ 这是零的 那PiPJ 也都会是零 那只有P跟Q Pi QJ 这才会有东西 这是等于deltaIJ OK 他还有另外一个 这不等于 叫做Jacobe Illanty 应该是Jacobe 它是零 它是零 所以如果 所以看到它有的 它就写零 零可比 OK 这个是零可比 这德国人 这个零可比大概是什么 大概是历史上 大概跟Oil差不多 就是非常会算的 计算高手 他是一个典型的计算高手 OK 所以这个Jacobe的 identity是这样子 我现在F 那里面是G H bracket再bracket 然后呢 你按照顺序 FGH 然后按照顺序来 那现在如果你现在是G 写在前面G 那是H F 按照顺序 我现在就是所谓的 FGH 就是有顺序来的 就是有permutation 那再加上H FG 那我等于D OK 所以认识三个函数 那你就按照顺序来 FGH 然后来下一个 就是GH 按照所谓的permutation OK 就是所谓的右手法则 你心里面想的就是右手法则 按照这个顺序 它有这个所有的permutation 那么它eventory就是等于0 那这个等式叫做Jacobe identity 所以呢 这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这个给一个remark 我现在用这个bracket 当作是一个乘法 然后这边可能是FG的函数 它从X乘上X 这是一个空间 对吧 那带过来 它最后是一个number 最后乘出来 它是一个number OK 这边是一个乘法 那它有 它满足这个Jacobe identity 所以对这个乘法 这个结构而言 对吧 所以就是我这个空间 那我里面有这个乘法 那对这个而言 它就是一个the algebra 所谓的理代数 理群 所以理群理代数的概念 它呢 你看到这个字 再考大家一下 让大家觉得 让你觉得有趣 对吧 对吧 我们在数学里边 不是有geometry 对吧 你看这个geometry 它是什么意思 geo嘛 它这两个字 接待起来 geo就是地球的嘛 对吧 你知道有一个geo 什么国家地理杂志 是不是都是这个 是不是一个geo的 geo就是地球的意思 那你看metric 对吧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metric 对吧 就关于地球的测量 就是它 最开始它就是这样 关于就是什么 量地球的问题 对吧 所以你学英文 你要这样去学 你不要整个就是geometry 要把它做拆解 因为它 因为它这些字呢 它是 它的来源就是跟原来的 拉丁文有关 对吧 跟希腊文有关 对吧 它是有渊源的 慢慢演进 所以这样 它是这样 可以做拆解 所以它看到一个 看到字 它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吧 否则你看 你看 你们有没有去考什么ge之类的 托福 你看 你看那些单字 烤死你 对吧 我就以前就 就要考geo 就背那些单字 背死你 这怎么可能背 没有看过一定死掉的 但是 我发觉他们 比如说它在美国长大 或是在北美长大 所以他没有人 他觉得 他看到那个字 他就 他说 他虽然没有看过 但是他可以猜得出来是哪一个 因为你知道 他知道那个字是有做拆解的 对吧 所以你学英文 应该要从这个角度看 但我们的老师 教我们英文的 对吧 W 你们都跟我们讲 WW 那水准会多高 对吧 反正 水准出来会有多高 对吧 对吧 我都不太相信了 对吧 你知道一个大学 前面有一个那种同乡在那边 我都不相信他 这个会是一个好的 我都不相信 会是一个好的学校 OK 那algebra 你看这个字 是从什么文来的 你读数学的应该要知道嘛 algebra 我通常好 你念algebra algebra 不是拉丁文 你看 阿拉吉巴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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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前面就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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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阿拉阿拉 阿拉伯文 阿拉吉巴就是 阿拉伯文来的 对吧 我想大概是西元 大概第八 第七十几年 那个时候 那时候是整个所谓的阿拉伯文化最强盛的时候 所以 阿拉伯文 你不要从现在这种阿拉伯文来看 你看到这种阿拉伯文 你只能说 子孙不孝 当初你看 当初阿拉伯世界文明是多么的高 对 你注意看那个 你看那个年代 他这样 他并不像当初 你看当初在欧洲 就是这样 后来就变成是所谓的旧教世界 把所有的东西 就是阿基米的等等 这些或是古希腊的东西 通通把它烧掉 所以后来就是最出名的那个什么 亚历山佐那个图书馆 就是这样子 一把火就把它烧掉 当初 当初 当初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数学家 名字我忘了 是一个女的 是一个女数学家 就被 就这样 就是被 被残杀 还杀的是 我觉得非常可恶 你看那种历史 所以不要以为 就顶着一个基督教 然后天主教 然后就是仁慈 你看那个朝代 那个不是朝代 就那个年代 你说 就说那种宗教狂热成那个样子 他是把他的皮 慢慢一层一层把它割下来 对 是一个女人 对 就这样子 他就认为他是魔鬼 一层一层这样把它割下来 你会发觉说 比如说宗教狂热成这个样子 他还认为是替天行道 对 他还认为是替天行道 所以这个是多么极端的危险 极端的危险 所以你注意看 任何的宗教 任何的党派也是一样 如果最后就变成 他认为是替天行道 这个就是极端危险 极端的危险 OK 所以我上次看那个什么 那Max Boyne Max Boyne 有很多书可以值得看 有一本类似他的回忆录 因为他当初是受纳粹的迫害的 后来他其中就写一段话 非常语重心长 他说所有那些认为他手中拥有绝对的真理 这种思想都不应该有 对吧 因为有的人他认为说他 就是他好像认为他 就手上拥有绝对的真理 这件事情都不应该有 OK 因为当初你看那些大粹 他就认为他是替天行道 他不认为是罪恶的 对吧 他不认为是罪恶的 他认为是替天行道 对吧 对吧 就整个那种狂热的现象 他这个现象跟文革的时候也是一样 他认为他是在替天行道 对吧 这就是这样 他自己本身已经是狂热到那种程度 他已经没有试飞了 OK 所以这个是阿拉伯文 因为这个当初就是 有一个叫做阿拉伯文 华拉伯文 华拉伯文 然后那时候他写第一本代数的书 第一本的代数的书 那代数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的配方法 对吧 那配方法 那时候代数就是 写二字方程式而已 那怎么做的 你现在在看 二都是非常有趣的 他是用几何的方法去做的 为什么就是这样 我们都在写配方法 就是第二项 系数除以二 对吧 什么平方 对不对 他这件事情是有道理 他这样 他在算面积 他把它分成一半一半 他刚好是把你的分区分成 两个长方形 那个是两个长方形 他把它变成是一个正方形 所以一个a平方 一个b平方 是这样子来 他在做分解的时候 这边是a平方 这边是b平方 这边是ab 这边是ba 他在做一半 实际上他就这样 那里面是一个面积的概念 把它分成 有一边是ab 另外一边是ba ok 所以他那时候 就写了一本代数的书 就叫art ok ok 然后呢 另外一个 有没有学演算法 algorithm algorithm 也是阿拉伯文 对吧 那演算法也就是这样 他写的那本书 就跟这个演算法也有关 就是打中文 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Anaicis 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 这个字是解剖学来的 是医学名词 对吧 当初牛顿取这个名字 是有意思的 对吧 他不是随便乱取的 就叫我把它分析分析一下 这是因为中文本身的限制 对吧 因为中文 中文本身最大的缺陷 就是他本身不够丰富 就是他本身不够丰富 对吧 因为他只有一个图形 把你限制在那边 那你只能说 用几个字把它弄在一起 那弄在一起 那变成是把它造 他造一个字 他就可能是几个字 弄在一起 那弄在一起 这个意思就是有问题 就是说 他本身不够丰富 然后呢 如果他这些文字呢 这些漂亮的文字 对吧 中文是漂亮的文字 是一个艺术的 然后 常常都被这些政治人物乱用 对吧 所以他的definition 会随 随着人 随着时间 会不一样 有不同的definition 这个是从解剖下来的 解剖那个剖 突然直接忘了 不知道他怎么写 是解剖学来的 就是说把一个完整的东西拿做拆解嘛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分析的味道 一个函数 对吧 一个完整的东西把它做拆解 拆解成多相似 各项各项的组合 对吧 那这样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你需要学那些无法提速 学power series 甚至你后面 你可能还会学full series 就是一样把一个函数做拆解 下来 那他是不是有好的结构 你能够掌握这个 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重点 那么分析 你就变成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OK 所以一样 比如说 就是法拉第引进那个什么 就是电池学那个场的概念 对吧 我从以前高中就是始终搞不懂 为什么叫做场 你中文呢 中文这个场就是 就是没办法表达它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文字本身 不同的文字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就是有差异的 OK Hematonic System 你就可以改写为 Person Bracket 就是我现在是QJ到 partialH partialPJ 然后我们这边是PJ到 是负的 partialH partialQJ 它就是equivalent到 我现在的Person Bracket 它就可以改写成为这样子 QJ到 就是一个H 就是QJ OK 所以你用Person Bracket的 就是一个好处 Q 过来还是Q 对吧 你的Hematonic System 会有PQ 始终就要有PQ 然后这边是PJ 这边是H 这边是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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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没有负荷 没有这个负荷在这边 就是这样 它更是对称 它整个结构 你用Person Bracket 它就更对称 这是它最大的好处 那这种证明就直接的 你就把它写开而已 把它写开而已 就直接写 就把它直接写开 所以你看呢 我现在H QJ 我能选择I 这边是PARTUH PI PARTUQJ PARTUQI 这边是PARTUH PART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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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Q Q是变数 P是变数 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 不会有的东西 然后呢 只有I跟J 对吧 J在变动 只有I 只有I等于J 那项东西留着 其他都沒有 就是一句話而已 所以是partial h partial pi pj 那當然就是整個qj 那其他一個 其他另外一項是一樣的 另外這叫做partial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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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是這樣子 我的f是手橫量 g也是手橫量 我這邊寫全微分 這邊是全微分 全微分不要跟他全微分弄亂 這是手橫量 如果你有兩個手橫量之後 你取他的bracket 你取他的partial bracket 他也會是手橫量 所以partial bracket 就給你一個好的方法 如果你找到了兩個手橫量 那第三個手橫量 就取他的bracket 取他的bracket 那這個bracket 實際上就有點像那個 commutator 的概念 這種bracket就有點像 就是我這邊再給一個 remark 就是這兩件事情不要弄亂掉 我們在數學裡面也會有這件事情 物理裡面也有 物理裡面也有 AB 他是寫成AB 就標VA 這件事情不要跟這邊弄亂掉 這個東西叫做 commutator 一般而言 對體證而言他沒有交換性 如果說這樣 如果你能夠證明說 他的commutator等於0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AB等於BA 他只有交換性 學代數的有沒有學到這個東西 大三的 裡面有大三的嗎 沒有講這東西嗎 commutator 應該要有的 應該要有的 沒有 我回去問那個 問楊老師 楊宜凡 楊老師是很認真的 我相信他一定有交到 物理一定會有的 對吧 這一直在用的 因為那個什麼 Heisenberg 那個什麼 測不準原理 就是用 commutator 去弄的 這件事情 證明不是很難 所以 稍微把它證明一下 B DT FT 那就把它想像 你把 Person Bracken 就想像成是韓列式 那就把韓列式的性質 把它引進來 所以第一個微分 這邊是全微分 我這邊是全微分 這邊是全微分 全微分 對吧 所以我們前面有 你記住一下 我先寫一下 我們前面有一個全微分 我這邊把它寫D D 就要寫F D H TT 它是等於 Partial H Portial T 再加上H跟H的這個Person Bracken 那就是我們前面這個性子 所以呢 寫到那邊去 Person Bracken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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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F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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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把它合併在一起 這邊是 partial f partial t 再加上 hf 是 g 這兩個合併在一起 對調就查一個符號 請它另外一個也是 再加上 f 和f是一樣的 這邊是partial g partial t 再加上 hg OK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手衡量 這就是全微分 多寫一次好了 這邊就是df dt 這是g 再加上 這是f dg dt 感覺好像有點 是不是 偷褲子 放屁 實際上不對 我這邊的微分 我不能直接放這樣子進來 因為它的全微分 實際上還有包括有x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過程是要的 這個過程是要的 因為它的微分不是單純的那種 一般的只有對替微分而已 它的全微分是 還有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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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最終還是一樣 雖然最終是一樣 但是 你不能直接從這邊把搬過來 你看 OK 因為這樣 我的f跟df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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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等於0 所以這邊就等於0 OK 所以 要給一個remark 雖然它eventory是對 但它沒有那麼快 對吧 它沒有那麼快 df dg 這是g 再加上g 再加上g 再加上f 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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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沒有那麼快的 通常是沒有那麼快的 這個定理是一個好處 我如果知道兩個手橫量 那麼它的bracket 就是另外一個心的手橫量 然後呢 如果你還可以這樣子 還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的f 換成partial f partial t 我會是負的partial partial t partial f partial t 甚至 二次微分也是一樣 partial平方 f partial t 那會等於是負的partial partial q partial平方 f partial q 平方 這件事情 所以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得到另外新的手橫量 OK 所以如果f是手橫量 那麼partial partial q partial 二次微分等等 它都是手橫量 conservative 這些都是手橫量 所以你就可以導出無窮多個手橫量 因為手橫量這件事情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比如說 順便加一個故事 就我講solid 畫到這邊來 所謂的固粒子理論 sorry 這個 歷史上第一個發現這個現象是 Scar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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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素 R-U-S-S-E-L嗎 EL 是這樣子嗎 好像不太對 有W嗎 哪邊W 沒有W 沒有W 看 看 有W 看 OK Scar Russell 羅素 我應該很熟悉的 那常常 記不起來 Russell OK Scar OK 不好意思 OK 大概是 大概150年前左右 就在那個什麼 他是在 在蘇格蘭的 應該好像是 是不是艾丁堡 就是他那個什麼 就是他有那個運河 然後 船在走 船在前進的時候 那後面會產生一個坡 那個坡 跟著那條船 走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那個坡型是一樣的 後來把這個坡 因為 就是他的形狀不變 然後樣子也不變 有點像particle的味道 所以就叫銅 這銅是不是就例子的意思 你看 Scar 你看他這個瘦是什麼意思 這個瘦是什麼意思 不會是索瘦 索瘦 那是喜愛 唱歌的 有沒有人在唱歌的 Solo Solo 要唱Solo 獨唱 Solo Solo就是單獨的意思 Solo 對不對 Solo 當然是 行眾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OK 有這種坡 那這個單獨一個坡 而且他還有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 一個大的坡 一個小的坡 前進 那你覺得來會是怎樣 我現在有兩個坡 哪一個坡會跑得比較快 有一個比較高一點 一個比較矮一點 那我現在都是往右邊前進 哪一個坡會跑得比較快 這是基本常識 這是基本常識 對啊 你去海邊 去海邊 去海邊 海邊游泳 對吧 或者是坐在沙灘上 應該要觀察得到 對吧 如果 或者 或者不知道的話 你至少 聽古人這麼講 什麼 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句話是不太對的 長江後浪 往後面的大浪推前浪 因為他比較高 對吧 政府比較大 政府比較大 也就是他能量比較大 他的速度自然就會比較快 所以 是這樣的話 最開始這樣子 那麼他會慢慢追進 那就變成是這樣子 然後你追到的時候 然後他就開始 他就會interaction 混雜在一起 這邊會一陣混亂 對吧 所以你看那個什麼 你看那個衝浪的 是不是就這樣子 從後面過來 就把他壓下來 對吧 然後呢 那他觀察到的坡 是這個樣子的現象 這邊就開始 就兩個坡就是interaction 對吧 它就交互作用 那經過一陣混亂之後呢 嘿 變成小的坡在這邊 大的坡跑到前面 然後越來越做到 就是你的 你的大的坡 就越走越 它越走越快 就兩者的距離 就越拉越遠 然後你看 好 似乎是 船過水無痕 對吧 經過這些混亂之後呢 對吧 他還是原來的他 對吧 就是小的還是 跟原來的一樣 大的還是一樣 好像沒有 經過任何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這個現象就是 有一個particle的現象 對吧 所以就把 為什麼把這種坡 叫做 所謂的什麼 叫做sorry tone ok 然後呢 你看 這個坡 經過這個interaction之後 沒有破壞它的結構 那也就是說 這裡面一定有 一定有something inside 一定有something inside 才會使得說 它經過這種作用 應該變成其他東西了 結果沒有 最後還是原來的 對吧 原來的還是原來的 對吧 A還是A B還是B ok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這樣 對這種結構而言 它有守恆率 而且它的守恆率 有無窮多個守恆率 這可以證明的 因為有無窮多個守恆率 使得它能夠保持它的結構 ok 所以那些為什麼守恆率重要 因為這樣 它能夠保持它的結構 ok 所以這是一門有趣的學問 sorry tone 那也叫做indigable system 那最後用的方法 就是用 就是用什麼 hametonic system 用辣光圈的方法 ok 我最後算一下 我最後算一個exemple 我加p呢是momentum dx dx dy d d 就三個分量 我的r是位置 position 位置像樣 那我還有l 他是r 乘上p 我的位置像樣 跟我的動量 跟momentum的yg 這就是腳動量 所以這是lx 沒有y 沒有z 沒有y 沒有z 這就是anglomomentum 所以我的p是momentum ok 那我計算它所有的passombracket 我有各個分量 lx px ok 但是你看啊 我現在momentum有三個分量 對吧 我的位置也是有三個分量 所以我不是只有兩個而已 不是剛剛的pq 而已 現在 那是不是 湯秀 lx 上面都是lxpx 所以第一個是我px跟x 對 第一個是我px跟x 對 就這個行列是 但是我還有第二個座標y跟py 對 所以這次有三個 因為我現在是在三尾空間 上面還是一樣 lx px 所以這邊是px dx 甚至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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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算的時候沒有必要全部把它寫開 所以這邊有一點點概念 你看我現在的變數是px px py pz 还有x跟y 所以你注意看 这边是px跟py 这两个是无关的 所以这边会是0 这边是px跟pz 你这边等下一微分之后那边是0 这两个是independent的变数 所以只有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那边是1 那边是留下来的 所以这边会等于是这样子 只有这项留着 我还是把它先写开 lx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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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这两个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只剩下一个 是负的 px x x 这个 你就把它按照定义写开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呢 按照这边 按照yg 所以它又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的lx是这个样子 把它写开 这是ypz 你把它按照外地的定义 所以点掉z ty x座标不会有x出现 y座标也不会有y出现 所以这个是 第二个是这样子 z px 点掉 x pz 那这边是 x py 点掉 y p x 就这样子 就按照这个东西把它写开就是了 你就按照这个定义 是不是 i j k 我的r是xyz 这边是px py pz 写开是这个样子 那以后呢 你怎么看呢 这样子 第一个座标是x 所以x不会出现 对吧 然后呢 你就轮流y跟pz 因为我这边是xyz x的就是这样 我的r先开始 然后来到r才是p 按照这个顺序 所以 现在是x yz 这是右手法则 所以这项是正的 它不会有ypy 不会二字出现 因为这样 我这边是行列式 对吧 行列式呢 它是一个permutation 它不会重复的 你注意看 行列式那个竹马 你看 就aij 对吧 你注意看这个 你这个写 11 12 13 A21 A21 A22 A23 A31 A32 A33 如果你是A11 那来可能A22 A33 其他还有很多 你前面第一个 你都把它记住是1 这是2 然后这是3 对吧 然后1 就是我这边是1 然后你后面选择的1 2 3 对吧 所以它这边实际上是这样子 是summation 就是a i sigma i sigma 是你所有的permutation 是你所有的permutation 我把它叫做sn 如果是一个n乘m旗正 那是所有的sn 那如果你现在是偶排列 它是正的 g排列就是负的 对 这边会跟什么 负1的sigma的符号有关 对吧 所以你看 为什么这边是这样 因为1跑到1 2跑到2 3跑到3 这是一个偶排列 这是偶排列 1到1 2到2 3到3 对吧 就是这样子 你就觉得1 2 3 1跑到1 2跑到2 3跑到3 跑过来 跑过来 没有交叉 它有0个交叉 这是偶排列 对吧 那你还是一样 就是1 2 3 如果1跑到3 2跑到2 对吧 那3跑到1 2跟2 这边就不用画了 因为它是自己到自己 所以 1到1 2到 4 就是这样 它这边是交叉的c点 所以它就是一个g排列 对吧 你这边写出 那个permutation group 是不是就写成1了 对吧 我就写1就好了 这表示单位元素 对吧 那这边是这样 1 对吧 1跑到3 1跑到3 那3跑到1 2不动 所以没有写 对吧 所以这就是1 3 只有一个而已 对吧 这是一个嘛 所以它是偶像 它是g排列 对吧 那你还可以算其他的东西 类似 比如说 你看它变成是 所以这边 1 2 3 1跑到2 2跑到3 3跑到1 2 对吧 1跑到1 3跑到3 这边有两个交叠 它就是偶排列 ok 你学带出的时候 那些g排列偶排列是怎么看的 你是不是用这个什么东西 好像是用这个东西有几个这样的层 可以这么看 但画图 画图是最直观的 对吧 用这么看 所以我的代数也不错 ok ok anyway 是我的lx lx 是 就这一架 你就直接把它弄进来 直接算了 就这一架 所以lx 把它这边写完 你看 对吧 所以你把lx的内向搬进来 负的 就是ypz 你不要z py partial 那这些是partial x 就是等于0 ok 那依次类推 我的lx 跟我的py 就同样的方法去算 对吧 那你等一下就是 有些东西都不用了 你不用 有三架 那其中两架都不用算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去check 是负的pz 然后lx pz 所以这样是py 你可以把lx 换成ly lz 那方法完全一样 ok 另外还可以得lx 那这边是x 那你是不是也是按照定义 tasho lx 这是x 那这一样 tasho px 这是x x跟px 那你另外呢 另外呢 那边是有y的 y的那边都没有掉了 y跟z的 这两项 这两项是没有掉的 因为这边是 这边是我 这边是我 这边是y 这边是z 没有 这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是等于 这是partial lx partial x partial px 那把lx把它搬进来 所以这一项是 这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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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xy 这一项是负z lx z 这一项是y 那算出来一定是要这个样子 因为这样子看 我现在的partial bracket 是不是除了一个作用量 对吧 我是除了一个作用量 所以你比如说 以这项来看 这一项 因为等于点的话 你看不出来 那你看这一项 我的l 我的角动量 就是作用量 所以作用量跟 跟这个partial bracket 就交掉了 所以最后出来 应该是一个动量 它是动量而已 所以这是一个动量 对吧 你最后算出来 如果不是动量 那一定是错的 OK 那这个也是一样 我的这只角动量 因为知道 partial bracket 再出于它的作用量 消掉了 所以lx跟我的bracket 消掉了 所以最后出来 是一个动量 一定是一个动量 OK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lx 对吧 所以这项看不出来 应该等于 我的lx是角动量 角动量 那跟我的就是 partial bracket 除掉了 所以最后剩下的 就是这个位置而已 所以说 它当然不会是y 这也根本不会是y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最后出来 就是我的z OK 所以 这个dimension analysis 至少告诉你说 它这个样子 它必须是这个样子的 但它没办法告诉你说 政府符号 政府符号是没办法告诉你 你是要去算 OK 那至少你知道说 它不会是x x自己跟自己没有东西 那y 那可能就是 应该这样 xyz 它有那个yz的味道 应该有xyz 那xz 那这些是y OK 所以就有那个permutation的味道 在里面 OK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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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